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 我是吴馨宇 今天的气质的艺术 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二届三星杯 世界围棋赛决赛中的一盘棋 在世界冠亚军的决赛中 出现了一个精彩的棋力 那么对阵的双方是韩国的李世时 对朴永逊 两位棋手都是世界冠军 直白的朴永逊 现在是走这个阵 那么他是想把这个 孤棋补好的同时 顺便压缩一下黑棋 那么黑棋现在当然不会飞这个 这个飞的话被白棋顺手一压 这个黑棋虽然得了点木 但是白棋基本上也把自己棋走活了 这个肯定不是这个李世时的风格 李世时肯定是要更加的积极一些 那么他现在飞在这 这个是瞄着白棋的弱点 那么白棋势必既然正了 你不硬 那么他也要靠下去 黑棋长 白棋张 黑棋继续小尖 这个破坏了白棋的这个形状 破坏白棋的形状 白棋只有压 黑棋挤 白棋挡 黑棋断 这个呢 是必然的造法 这个是必然的造法 那么 黑棋呢 如果能够把这边损失的实地 转到这边来 当然是可以满意的 因为变成这边实地以后呢 主要是断了以后 把这几个子都变活了 变厚了 刚才这几个子呢 黑棋也还是没有完全安定的 这样的黑棋当然是可以满意的 不过黑棋的角上呢 很明显啊 有一定的这个缺陷 而这个缺陷呢 对于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来说啊 稍微有一些实力 或者是看手机体比较多的话呢 应该一眼呢 能看出这个白棋的这个妙手啊 那么呢 白棋的妙手不难啊 也就是斑 当黑棋斑的时候呢 白棋断 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 常用的这个手镜 不过当然理事实呢 肯定也是说是看到了这样的这个下法啊 因为他不可能看不见这么简单的手镜 这个黑棋呢 也并不呢 这个害怕白棋这样的手段 那么黑棋呢 那么黑棋呢就吃 白棋这时候先打一下 这是次序 然后呢再立 再立 立的时候呢 黑棋呢 已经呢 不能叫吃了 如果早吃的话呢 那么 白棋这时候注意啊 白棋不会立这个 立这个想吃黑棋大头鬼呢 这个反而不好 因为呢 这样打吃一下呢 黑棋就已经便宜了 他呢就直接呢 补回去了 这两个交换呢 就已经是便宜了 你要是再吃呢 他就还可以爬死你 白棋不会去立的 那么你打吃的话呢 白棋会直接从这里滚打 这样的黑棋不行 这个通过这个滚打以后呢 白棋一弯 这个局部呢 就已经活了 已经活了 那么这个活了以后 这个黑棋整个空全被破关了 同时呢 外面这几颗子还是被断在外面 这个黑棋当然是不行的啊 当然是不行的 那么这时候呢 黑棋呢 当吃啊 这个是冷静的好手 虽然脚弯出点棋 但是呢 黑棋并不怕 这时候呢 白棋也不能贪图小利啊 如果贪图小利的话呢 拐吃这个 是把脚吃了 但是呢 黑棋这时候再吃 吃完一退出来啊 虽然你活了一个小脚 但是呢 整体的这块棋的问题呢 还是没有解决 啊 还是一块呢 非常重的孤棋 那么以后呢 势必还要被这个 呃 黑棋呢 欺负 白棋这个 总还是欠了赞啊 这个活一个小脚呢 并不便宜 而且这个黑棋这个退啊 本身呢 这个木树啊 也还是呢 有一定的这个收获的 也是还是有一定的收获的 所以这个黑棋呢 呃 展示不会 呃 白棋展示呢 不会吃 那么白棋在这呢 飘王兄呢 也准备了好手啊 定 哎 这个是好奇 顾全大局的好奇 那么 黑棋这时候打没有用啊 这个白棋一般 由于白棋以后 这个张上或者虎 这个棋呢 呃 都是先手啊 因为这样再吃掉脚就太大了 这个连通的吃脚就太大了 这个黑棋肯定不肯 那么呢 由于这些是先手 那么这个一搬过来呢 这个白棋呢 还是全部联络 而且联络呢 自然呢 也就活了 所以黑棋一看呢 干脆把这个 打拔了 先把木捞了再说啊 那白棋吃 提啊 再拐出来 白棋冲过啊 弃掉脚上的这些木啊 虽然木术很可观 但是呢 获得了这两个宝贵的这个 呃 两步棋 这样冲穿了以后呢 白棋整块棋 哎 也呢 也就活了啊 白棋整块棋呢 也就 活了 而这个 这个 作为这个黑棋来说呢 这个 整体啊 这几个子呢 还变薄了 那么这个战斗 应该来说呢 白棋还是 这个整体还是成功的 形式呢 也还是不错 哎 当然了 这个棋 白棋虽然不错 但是离胜服呢 还早啊 还得这个 慢慢来 那么黑棋现在呢 先不着急 先顶了一个啊 先挡住 这个是线手 白棋要顶 因为挡这个呢 实际上暗地里 也在照顾这三个子 如果白棋 你拖线的话 哎 那么黑棋这个手段 就可以成立了 啊 就是我们常说的 挖也可以 直接搬这个东西 就是熟悉的啊 就直接搬 弃掉两个子啊 给你一些木 那么呢 把这个整体都连回来 走得非常的厚 这个是常用的这个手段 大家可以学习啊 砌掉这两颗子 把这个连回来 整体连回来 枯棋没了 还形成了一道外式 在这呢 还有很大的这个发展 所以呢 白棋必须呢 还是得补棋啊 那么这个挡呢 等于是有线索味道 白棋这个顶 也就是防止刚才 黑棋的这一系列 这个手段 啊 那么黑棋就 这个 开始呢 抢占木树 白棋帮助 黑棋飞 白棋呢 跳 白棋先拆二啊 拆二 嗯 这个时候三个子 虽然有点孤啊 但是白棋呢 也暂时不太好 看不到太好的 攻击的这个 手段啊 攻击的手段 由于这里黑棋有种种借用啊 所以说比如说你说这样呢 它就靠出来 由于这个虎啊 是鲜手 这个 白棋啊 并不太好攻击黑棋 所以白棋啊 是先呢 走一个 更加实惠的 看得见的啊 这个 拆二 这个 比较这个 好一些 然后 黑棋呢 把这几个交换掉啊 打射 嗯 虽然白棋啊 没有这个好的攻击方法 但是呢 这个地方 呃 毕竟 怎么说呢 这个黑棋啊 还是就是说呢 一块这个 没有 活的棋啊 它总呢 还是需要补的 那么黑棋这时候呢 就 补了一手 是吧 跳出来 这个也是很平常的 下方 你总是要补的嘛 那么跳一手也是正常的 朴永迅呢 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啊 也是这么想的 呃 你事实补一手 也正常 那么呢 这时候呢 它就有点呢 这个放松了这个警惕 放松了警惕 其实这个时候呢 呃 这个 嗯 白棋啊 当黑棋补的时候 白棋也应该 及时的啊 就补一手 这一手补完以后呢 非常的厚啊 这里的木树呢 也非常的结实 那么 这三个 这几颗子 这四颗子 依然以后呢 这个白棋啊 可以对黑棋 发动了这个进攻 发动进攻 如此一来呢 应该还是一盘呢 白棋啊 这个 优势的棋啊 当然这个优势呢 并不是太大 但是白棋还是一盘优势的棋 这样 嗯 朴永迅和刚才一样 和我们一样啊 这个是 以为黑棋呢 总是他该补一手就补一手 而放松了这个警惕 结果呢 他去抢占了一个 跳啊 本身来说 这部棋 确实是一个 非常大的这个 光子啊 确实是一部非常大的这个 光子 相比于这个黑棋 它飞来的时候呢 这个应该是 有二十目左右的啊 后手二十目左右的架子 确实是呢 这个是非常大 但是呢 白棋在这里呢 忽略了黑棋的这个 反击的这个手段啊 反击的这个手段 那么这个黑棋的这个反击手段在哪里呢 那就是 霜啊 这个异常的啊 意外的啊 或者说是这个严厉 意外的这个严厉啊 白棋现在 这个不敢粘了 白棋如果粘上的话呢 黑棋呢 可以先扳这个注意 这个扳是先手 这个当然不能被爬啊 那么有了这一扳以后呢 白棋这个底下 度过呢 就会出现一些这个问题 出现一些问题 就是说度不过去了 度不过去的话呢 黑棋就可以在这一带呢 用墙啊 反击 这个白棋啊 一下子就是很难办 由于这个虎还是先手啊 虎还是先手 白棋这个地方 就是说非常难办 这里呢 度过它可以打 是吧 你要挤呢 这里余位很多啊 以后黑棋这个虎 还有可能是先手 而且你从这边度过呢 即使度过了啊 这个地方被它一冲以后呢 随时 这个黑棋可以扑进来 这个结呢 也是白重黑青 所以说呢 这个白棋啊 这个 非常的危险啊 非常危险 所以白棋这个 不敢粘上 那么不敢粘上的话呢 只能 先补强自己啊 先搬 因为赶快 搬这个啊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这随时黑棋都有可能 甚至于它就把这个鼠手走掉 都有可能啊 你不走的话 黑棋有可能是先手 把这个 把你这个 度过 给 先手阻度啊 有可能先手阻度 所以白棋呢 还是先 冷静的搬过 冷静的搬过 然后呢 黑棋这时候 也走得非常凶啊 非常凶 抓住机会呢 不放手 这个黑棋如果啊 断一个啊 看得见呢 是这个 能吃掉白棋 但是这个木数呢 显然太小啊 那么你断的话呢 白棋就连回来 白棋就连回来 那么这个呢 嗯 虽然黑棋得了一点木 但是呢 没有本质性的 太大的收获 因为白棋搬过 也有价值 这个黑棋肯定不肯 所以黑棋呢 一定啊 要呢 采取最凶的下法 跳啊 跳这个 对这个 白棋 整块棋啊 还是呢 发动这个 进攻 发动进攻啊 而作为白棋来说啊 当初 七条脚上的木 就是为了呢 管出来 就是为了把自己走后 但由于 一瞬间的这个 不小心啊 一瞬间的这个 不小心啊 就是说呢 呃 以为黑棋在补棋 其实黑棋呢 有发动这个 强烈的反击 被反而呢 又被黑棋呢 给封端了 局势呢 又进入非常难解的状态 非常难解的状态 虽然就是说 一个不经意的小心 被李四十 把局面扳平了 但是在这个以后啊 朴永迅呢 下得非常的强硬啊 积极 这个呢 也非常的漂亮 我们呢 来欣赏一下 这番机进入的 这个精彩时刻啊 那么跳了以后 白棋这时候啊 没有选择什么推浪 直接这种去跑 这种跑呢 就是说 都是单关啊 一个一个往外跑 没有意义 是吧 自己走的棋都是单关 而他走的棋呢 这都是有价值的 这个白棋肯定是 不肯的 不肯的 那么白棋势必呢 就要对黑棋 也要发动反击 那么先把黑棋 冲断了再说 就我可以跑 但是我 我不能一个人跑 我也要拽着你的这个 姑棋一块跑 这个冲断呢 目前呢 还是个先手 由于这个 一张黑棋死了 所以黑棋必须得 断这个啊 黑棋呢 必须得断这个 然后呢 白棋再开始操法 这个地方呢 虽然黑的形状有点怪 但是呢 白棋也没有什么 特别啊 好的这个 招法 也是去熟打 这个是显得太熟了 从这里打呢 不可能 这里打 因为这边是关键 这个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轻的 所以白棋呢 先保留味道啊 先冲一个 这时候呢 李四石呢 下得也很机敏啊 一般来说冲一个 那总是挡一个 那挡一个的话 被白棋一夹 白棋这个形状呢 就变得非常的舒服 你不肯走这个 只能粘上 而你这两手 其实啊 我们看看这里 这个地方 并没有任何架子 也就是说 你这个外面走厚了 这里并没有锁得啊 而且有了 这个 这个子以后呢 这白棋就可以从这里啊 有了这个子以后 就会有这个呢 哎 跳架的手段 这个黑棋呢 肯定是 被白棋呢 得意 啊 如愿 所以黑棋要反击 在白棋冲的时候 那么黑棋呢 先贴 把白棋这边的借用都 削掉 那么白棋还是得长一个啊 这个当然二指头不能被他绑 那么黑棋飞出去啊 照顾好自己 因为这里的价值呢 相对呢 是比较小的 比较小的 那么白棋 当然先冲 冲出来了 白棋呢 也是成功的逃跑啊 棋局呢 又进入似乎比较平淡的这个过程 那么黑棋飞 啊 黑棋飞 守住这个空 似乎呢 又要进入一个漫长的这个官子战斗了 但是白棋呢 哎 跳 嗯 这个确实是 是个要点啊 一来分断这个黑棋的联络啊 二来呢 被黑棋抢去以后呢 黑棋这里呢 还有点势力 所以这个四小呢 十大 那么黑棋现在虎 虎这个呢 本身价值是不大 但是呢 黑棋还是瞄着啊 白棋 这块孤棋 还是不肯呢 善罢甘休啊 从一开始就瞄着 到现在还是不肯善罢甘休 如果 哎 你是简单的 就是说 哎 另一个 本身来说 这个黑棋是亏了 但是黑棋呢 肯定利用这一代的线索 这个不能给我太多借用 然后呢 肯定要对这个白棋啊 发动这个 整体发动猛烈的攻击 猛烈的攻击 这个是黑棋的这个理想图 那么白棋呢 要补这块 但是补这块呢 也不能啊 太软弱 比如说飞一个 这个是普通的这个想法啊 普通想法 但是呢 那么这个呢 黑棋就跟着一通压过去啊 这样呢 虽然黑棋这几个压走后了 似乎作用不太大 但是这个大不大呢 是和你的这个价值相比 和白棋的价值相比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这个三颗子的价值 比你这三颗子的价值 要呢 大得多 要大得多 所以我是往这边发展 你呢 是往这边发展 大家一看呢 就能看得出来 所以白棋呢 这个时候也不肯 也不肯 那么这时候 白棋下的啊 非常的有气势 啊 这个棋局进入最精彩的时刻 朴文迅在这里啊 就是下的是非常的这个有气势 震头啊 震头 这个可以说是关键的一手啊 就是说我不但逃跑啊 还要震住你的头 对你进行攻击啊 我不是站在一个这个逃跑的这个角色 我是站在一个这个主动攻击的角色啊 这一来一去呢 就差了很多 这时候黑棋当然啊 也没法这个 也不能退让啊 如果说 又退让了啊 那么 这样的话 从这里挣过来 那看看和刚才的效果 这就是黑棋抢装了 现在变成白棋抢装了 这个一来一去啊 而黑棋只是单关连回去的话呢 这个黑棋肯定也是不能忍受的 所以黑棋势必呢 也要呢 仿计 黑棋 先刺一下 为这个反击做准备 白棋战散 然后呢 黑棋 小剑 这时候呢 已经是 剑在悬上 不得不发 作为白棋也是 这不能退让了啊 这个退让的话 被一冲出来 这颗纸就反而有可能损了 有可能损了 接下来的这些招法 从这部开始啊 这个 接下来的招法呢 就有点完全有点 这个是配合啊 可以说是配合这个白棋呢 在表演 嗯 这个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反正就是说呢 在李诗诗的棋剧中呢 很少见到这个样子啊 顺到 顺着人家的这个意识就走了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是不是没有看到 白棋的这个好的手段 嗯 只有虎啊 现在都是 既然走了 已经损了 那只有开始 这个 封住白棋了 那么白棋先拐 黑棋断 白棋叫吃要做活 由于这里有靠 黑棋得补团 现在呢 可能都是正正常常啊 那么 接下来或许李诗诗会以为呢 诶 我把你分断了 那么白棋呢 肯定要做活 对吧 肯定要做活 那么白棋活了以后 我再抢战到中央的要点这一班啊 帮你三指头 这样呢 你三个指呢 还是 气呢 也比较紧 中央的控制权呢 依然在黑棋的手里 啊 这样的话呢 这个棋啊 就是说还是非常的这个 这个 黑棋 还是比较主动的啊 那么白棋当初的这个 这个阵头啊 也只能是称之为逞强了 啊 不过 在黑棋走这个的时候 白棋或许呢 早已这个 打定好主意啊 做好这个 准备了 这个一定呢 要把这个天王山给占主 藏 哎 这个可以说是 全局的就是说胜召 几乎可以说是全局的胜召 由此一手以后呢 白棋呢 进入了这个 呃 向胜利啊 就是大踏步的这个 迈向了这个终点啊 那么到了这个程度 黑棋也不得不 不得不吃了啊 这个白棋 白棋现在不活啊 黑棋呢 不得不吃 如果你说你去退让 先被白棋 这个头欺负一下 白棋在做活 那个黑棋就实在是太软了啊 和这个班相比 这个区别太大 所以黑棋呢 也不得不吃 那么这一切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促成了这个 朴永迅啊 精彩的气质表演 靠 我想可能白棋在正头的时候 就应该看到了这个变化啊 不然呢 不会有这么大的勇气 去正 那么黑棋只有吃 白棋断 剩下的一切 就变得简单了啊 我们来看看 白棋送 黑棋 在白棋的气质攻势下 被打成了一个大饼啊 这个超级大饼 可以说是 这个是一个翻九 还不是翻四了啊 这个已经是非常的这个难看啊 然后白棋再搬住 黑棋的气倒是啊 还是挺长的 那么黑棋开始收气 从对杀的角度上来说 是白棋啊 气不够 铺的打赤 常用的 然后团一个啊 这个不能被尖住 这个尖住呢 就没有打结的手段了 走完以后呢 然后收气 双方进入收气 白棋充完以后呢 然后就是收气啊 简单的收气 黑棋呢 也收气 这个是 收气 白棋呢 这个先点一下 这个别忘了 然后这时候走这个 形成 双方形成一个呢 这个 锦棋结啊 就是说黑棋先手提结 万结不易 把白棋就全吃掉了啊 但是呢 这个已经是白棋呢 就是说 呃 这个计划中啊 把这些纸呢 全部都弃给你 我这个外面呢 已经封锁了一圈 呃 获得了不很大的利益 然后呢 还可以打结啊 那么现在呢 就是还是有一个 就是说 剩下的一个就是 打结的技巧啊 基本技巧 当没有看到明显的 结材的时候 这个时候 不要急忙去 打结啊 不要急忙去冲着打结 因为提了以后呢 你没有明显的结材啊 他万结不用做 提了你 那么这时候呢 趁着黑棋一手 提不干净的时候 就你不走 黑棋一手 补不干净的时候呢 你去造结材啊 再去造结材 这个呢 呃 就是说呢 是我们 打结的时候 常用的这个技巧啊 人家一手 提不干净 你就是说呢 先可以去造结材 那么 带起这个 靠 在这靠 造结材啊 这个也是好手 不过对于这些高手来说呢 应该是一个 常见的这个 基本功啊 基本功 那么 黑棋一的硬啊 因为没办法 这个地方你不能再去花两手啊 让白棋连走三手 本来找结材是连走两手 这个连走三手呢 肯定是不肯 所以斑 然后白棋断 黑棋呢 这时候也只能退让啊 这个不能打吃 打吃的话 这个结材太大了 一打吃一提掉 这个太猛了 那只能走 好 白棋一看呢 哎 起到了这个效果啊 这个已经找到了一个结材 所以干脆呢 就 开结了 冲 那么 黑棋只有提 这个黑棋是没有办法 然后呢 白棋就简单的 把这个打吃 当做结材 黑棋也只能闭着眼睛 反正是天下节 先提了再说 这里非常愉快的 提掉了白棋的一块 大龙 但是这个呢 实际上呢 是胜负一定 是胜负一定 提的虽然一块 但是白棋一立了以后呢 这个是白棋可以说呢 完成了整盘啊 这个漂亮的这个气质作战 吃了这个以后 这个虚控的也非常多 而作为黑棋来说呢 只是提了一些杆子啊 等于是五个 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 十八个啊 十八个子 加上这里有两个子左右 四十木棋啊 二十个子 四十木棋 而白棋吃掉这一块 破掉黑棋 也已经不少木了 三十多有了 再加上这里外面整体封锁 获得的便宜呢 这个白棋啊 还是明显呢 这个比黑棋啊 要便宜不少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说是白棋啊 就是获得了这个盛事啊 盛事 整盘棋呢 白棋的这个气质啊 可以说是 呃 勇气十足啊 从这个正开始啊 这个掌握的时机呢 也是非常的好 手段呢 也是非常的精彩啊 那么呃 这盘棋呢 呃 在世界决赛中出现呢 这个白棋应该是比较畅快伶俐的 唯一的感到一点的 遗憾的就是 奇怪的就是 小李啊 一个这个棋风诡异的这个选手 那么呢 如此的配合和成全对方 实在是让人感到呢 有一些这个意外啊 有一些意外 这是这盘棋唯一让人不解之处 那么好的 今天的棋局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